大家好 我是阿中国小米 中秋节以前 在这边借了一点活 这个公寓楼 这边装一些结具 灯开关插座 乱段许夕在这里已经干了两天了 今天在这边装一些结具 这是台面 卫生间还是全齿转 这打孔的话就非劲了 确定水管的走向 一个台面 一米到一米一 长度也不算太长 但是打这个三脚架呢 一个上面带三个三脚架 今天干活的人就比较多了 装空调的 装门的 装索的 弄管道的 我们8月14那天来这边干活 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干 其他人都已经放假了 前两天大家都在问 你这个VX哪去了 怎么没有拿出来用呢 实在是太忙了 一直这个工具在家里面放就没有拿 那这几天干活呢 已经带出来了 再用 把这个灯关了以后 就没有这个 这个电锤用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用过的老师傅应该都知道 开箱的时候还和大家说 要做一个对比 两个电锤做一个对比 但是也忙得没有时间 话是说出去了 什么时候给大家落实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了 可能还要等几天吧 最近确实有点忙 这个为什么要打三个支架呢 就是全磁砖 我们打开了以后 里面就是那种气孔砖了 气孔砖 它承转能力不是太强 所以配了就是三个支架 然后这个台面呢 是这个木材的 石木的 这个厚度是8厘米 这个还是有一点重量的 这个台面的安装高度呢 是67公分 然后上面加的是一个台上盆 台上盆应该在15公分 到20公分左右吧 台盆目前也没有到达现场 具体没借什么样 宾馆里面的吹风机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线和这个底座 是锁在一起的 这个绝对丢不了 这个吹风机还挺有科技感 装出来挺大气 挺漂亮 本来给大家试一下 有没有风啊 吹出来什么效果 可惜可惜没有电 现在是施工期间 这个还要收起来 这么多房间 全部都是全磁砖 这打孔要累死了 只要打一天这水磅孔 那腰都不是自己的 疼得要命 为了更加牢固结实 在这个架子的背面呢 打了一些结构胶 用这个结构胶 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这个螺丝如果拽不住的话 这个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米打三个支架 这密度可以吧 这个帐管呢 买的是木工打吊柜专用的帐管 这个为什么割掉一个部分呢 不是我们的钻头短 也不是我们打孔深度不够 而是割掉一部分呢 这个螺丝可以拧得更紧一些 每一块台面的开孔尺寸 都是不一样的 当时送货的过来 就是一个房间随便放了一块 有的呢 就是这个水管对应不了 现在按它那个尺寸要求 重新全部都倒了个个儿 每间房对应的都是不一样的 搬过来搬过去的 满楼道跑 这种石木台面 我还以为这是 这么大一棵树 然后把它劈成这样的板子 原来细看一下 它都是拼接的 它十几条拼在一起 拼成 你看这个纹路 拼在一起的 我还傻乎乎的 以为这这么大的树 都得长这么粗 这一块得多少钱呀 哎 孤陋寡闻了 今天又长了点建设 干着干着就中午了 又到饭点了 带着工具回家先吃饭 下午接着过来干 为什么要把工具带走呢 因为我们吃完饭 还有一家要挂个烟机 挂完烟机才能过来 下午我们过来 人家镜子也已经到场了 那还好 送边把镜子也都挂上 到场了就一起都装了 免得一趟一趟的跑 一个镜子打两个孔 看一下这个位置 哎呀 刚好就在那个砖的憋脚处 这都不算啥 这个孔打通了以后 更纠结 里面正对的就是水管 三根水管从这里经过 不敢打了 这这这 下面对的就是两三根水管 把砖打破就行了 所以打的时候 这个憋打憋看 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一怕打破砖 二怕打到水管 但是这个镜子的位置 还就在这里 不打都不行 没有办法 只能打得浅一点 大概打的话 就是两公分左右 能撑得住这个镜子就行 看这个镜子和这个水龙头 还有这个台面 可见老板品味绝对不一般呀 装锁的老师傅 这电钻玩的溜不溜呀 贼溜 这手法和动作绝对是一流的 很多人虽然不是干这一行的 但是看到这样的老师傅 耳朵上扁个铅笔 手里拿个尺子 那就是这个工地上最亮的仔 羡慕呀 看完了老师傅 再看这个小师傅 年龄不大 手法娴熟 就这样的手法 在工地历练 应该不少于五年了 就这技术 在工地上一天五六百 那是妥妥的 有几个百里能赚这么多 国家实行双减政策 那那那那怎么说呢 也许再过十年以后 工地就会出现一批 这样年轻有为的小师傅 此视频到最后 让我非常的激动 看这个吊堂吗 黄金万两 哈哈 下面一个日进斗金